无垢舞蹈剧场的新作《处身实境》 将2009年的作品《观》里面的主要角色 在登台之前的真实准备过程搬上舞台 全部有三个半小时 舞者从书头、点桩、抹身 一直到缠上古老的衣饰一一重现 艺术总监林立真就说 这不是一场表演 而是一个真实的呈现 而且她说人一真美就出现了 台上台下摒情凝神静的每一个人 都可以听得见自己的呼吸 看着舞者以极为缓慢的速度 缠上一层层的古老仪式 这是五个舞蹈剧场的新作《处身实境》 其实《处身实境》不是在谈创作 它是一个真实的情境 事实上它是要累积的 它是累积整个 就是说在一个演出前 我们所做的准备 那演出最重要是准备 重现2009年作品 观礼主要角色登台前的准备过程 艺术总监林立真说 她要谈的是表演者应有的态度 与观念 而彩排当天看着舞者卖力的跨出每一步 让她忍不住感动落泪 感觉她好累 然后那一步踩出去的时候 那个两个多小时要开始 我感觉态度是对于一个演员或者做剧场的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他们必须要花很长的时间细细的跟这些物件还有所有的一切去做相处 那出身实际是一个观念 我不希望把它当成是一个演出 林立真口中的物件小从锦泰兰纸套 大到头饰衣帽 都是来自少数民族的古老文物 对林立真而言 老文物的精华不只是时间的历练 还有藏在其中的细腻手工与针缝 那个耐性跟衣力都在那个服装里面 一针一线你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学习的 就是说对任何一件事情你在处理它的时候 你是要有耐性有步骤 你是不是贪图 我今天可以表现什么 而反而是说我能够把它做好到什么程度 经过时间锤炼的古老文物与资深舞者 在台上共逐出时间与空间的力量 出身时竟不只是见证了舞者转化角色的过程 也解构了舞狗仪式剧场的独特美学